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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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子牛奶 我要拍片 哈囉大家好我是謝秋 好我們今天呢就是非常簡單 我要來開箱 我剛剛去辦手機 換了一個iPhone 我至少拍這支影片有可能會被 腳碎碎唸 因為我知道我有很多很熱心 的粉絲們就是跟我講說 要怎麼辦比較好要換哪支 手機比較好但是我還是堅持了 我自己感覺上的 感覺所以我就 換了一個iPhone XS 沒有Mac 因為Mac是太大了 我真的是不愛不愛 小開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才決定我要換手機是因為我 那個遊戲玩遊戲的時候 跑不動讓我非常的不爽 我在玩那個明日之後 我已經那個設計我的房子到 5級喔 可是我進不了其他的地區 因為太Lag 我真的是跑不動 我真的很想進去但是我 一進去就是當掉 逼了我要換手機 為了玩遊戲換手機 好沒關係 因為我沒有做很多的功課 反正我就直接去了那個 遠傳電信 走了進去呢 看這個支費的方案 好我們現在把它放大一點 大家可以稍微的 看一下下 就是我覺得好貴 OK 它有分30個月跟36個月 月助費的話有 999 1199 1399 1799 2699 一個月要講很多錢 老闆系現在生存越來越難了齁 反正呢 那個電信呢 原來是幫我辦1399 我會辦1399的原因 也有一部分是因為 我有PO我的IG限時啦 大家說辦1399 但是我跟你講 也有人說你去別家電信 你就是跳電信好像會有更多的折扣的樣子 可是我覺得那個太麻煩了 我之前有幫他宣用過 我覺得很麻煩他去搞解約還是搞什麼 可是雖然說會折個幾千塊 但是我還是不要好了 我就是直接一樣 遠傳電信 直接就這樣辦啦 好不好 就是續約 不是續約齁 所以呢我這個TEN S 我已經把我的TEN S拿出來在充電了 就是先給他充電 我還沒有設定裡面的東西齁 好我的TEN S呢 就是花了我2699元啦 月助費1399 每個月多繳1399 我上一支手機是iPhone6 這支是我媽跟我去的 所以我自己辦手機的時候是 自己長大了 突破 去電信行看看 反正就是不會的就問嘛 我的是4G續約 專案A 那個時候他跟我說4G續約 我就想說 阿不是線上有1.5G嗎 我想要更快 可是他好像講了一大堆有的沒的 他就說什麼 我這支手機有支援4.5G 反正他到時候會自己切換 他是這樣講 就 對 我的合約那個期限 就是一個半月嘛 反正就是 有的都是網內互打不用錢 然後網內檢訊優惠 100%30個月 優惠100% 他網通話優惠20分鐘30個月 哇 反正我只知道我上網不用錢 跟那個網內互打不用錢 反正現在也很上網再打電話 這不是重點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的iPhone裡面有什麼吧 好我們打開來囉 還有一個平面書 OK把它拿出來 這裡面應該是什麼 DM之類的嗎 喔好可愛喔 哈囉 還有一個類似蘋果的貼紙 對啊使用說明 一個耳機 到時候我看怎麼插進去 我還不敢開啊 還有一個充電線 那個時候我拿我的iPhone XS回家的時候 我就問我媽說 媽我這個可以插我原本的充電線嗎 因為我現在6 跟這個長得很像 這個頭 然後我媽就說不行 反正我還是硬插進去 覺得 欸通啊可以充電啊 我媽說 喔原來是一起的喔 我比較好奇耳機的部分 因為 這個好像沒有耳機孔 欸對 大家應該就想看這個 我會一直介紹零件 好我們來看一下 剛買的喔 目前就是一個月球的圖有沒有 而且很漂亮 我買的是256G 這個顏色它叫做灰色 然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我看起來是黑色 為什麼是灰色 他就說 喔黑灰色 好黑 他有其他顏色是銀色跟金色的部分 因為他沒有實體給我看啊 我就看 我就單純看這個 我就覺得我蠻喜歡的 所以就選擇這個顏色 我喜歡素一點的感覺 我先跟你們講齁 滑上去就開了 等一下 我不喜歡有密碼 我先隨便打一下 欸你們看一下我現在iPhone裡面 完全都沒有什麼APP 應該都沒有吧 就是一些他原本手機裡面會有的APP 因為呢 因為通常電信 他會直接把你的手機轉移過去嗎 可是這個先生用很久他就是轉不過去 所以我現在自己用用看 看我傳不傳得過去 原本那個先生是用什麼 茄子快傳 想要把我傳過去 可是他跟我說茄子快傳這個APP都傳不過去 只能傳照片跟通訊等 為什麼APP傳不過去 我一開始iPhone4傳6的時候傳得過去啊 整個整批傳過去 為什麼我這隻手機就傳不過去了呢 不然就是要用雲端 可是我沒有用雲端備份 我現在更新完 我自己再傳來看 還有人比較推薦換那個iPhone XR 比較便宜啦 但是我不喜歡他的外觀 我還是比較喜歡TELS的外觀 所以我就是以外觀取勝 我買這一台 我剛好今天有去光環商場買電腦 今天賣了好多錢 因為電腦剪片真的是太卡了 只要我GoPro錄出來的影像 全部都很卡 所以我剪輯的時候超吃力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用GoPro去拍 因為它太廣角了 可是買一個電腦有個好處 我就可以開遊戲實況 到時候我會在研究怎麼開這樣 今年剛開始賣這麼多錢 我現在很怕還是我五月繳不出稅 你們知道嗎 所以我就去光環商場 買了一個犀牛盾的殼 我想說犀牛盾 標榜防摔 OK 這一盒八百塊 光這個殼八百塊 喔 我買這個手機的時候 他還問我說不知道包模 那個電視行可以包模 你們知道嗎 很貴 包模很貴 我想說就直接答應他 包模好了 他跟我說他那邊包模的話 他是請人到電視行 所以是價格原本是1200 現在特價八百塊 然後我回家跟我媽講這件事情 他跟我說包模這麼貴 等一下 你們看一下我這個模 你們感覺出來這個模特別好嗎 聽說是玻璃啊 真的在外面包模 699就可以包得非常的好了 就這樣 一個殼 一個盒子就裝那麼大的一個殼 這什麼東西啊 OK套好了 他裝了殼以後 其實沒什麼萬貫上的感冰 他不要把這樣摔下去不會破 但是我不敢摔 就這樣嗎 拿起來感覺變笨重了一點 他還在傳圖片 傳超久 至於APP怎麼傳過去 我自己會在爬文 看怎麼傳 大家不用太擔心 如果沒辦法把APP 整個傳過去的話 我可能就重新展而已 沒什麼 反正今天就跟你們分享 我的這個iPhone 你們知道嗎 我買這支手機啊 我要換這支手機 我在電信還待了至少半個小時 走進去 我在想我要哪支手機 要不要半 什麼之類我就想很久 我就 因為這筆是不小的錢 所以我就研究了很久 那我才來跟他處理 然後又搞了一整個下午這樣 這個耳機按打開來 它也是這樣的孔 它不是耳機 這個也不能給宣用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好了 我好像人生中就是有三個iPhone 一個就是iPhone 4 iPhone 6 然後現在是iPhone XS 就是單純又習慣了 從一開始就在用 所以就不會去換其他品牌的手機 雖然說我自己心目都覺得 現在有很多品牌都已經做得比iPhone好了 但是就是一個習慣的問題而已 好啦 下次再跟你們分享我去那個 光華商場買電腦的 整體感覺 我現在已經準備好一個位置 要放我的電腦 我大概後天就可以拿到 原本是當天可以拿 但是我太晚去 所以就要隔天 可是隔天我又有事 所以在我後天去拿 希望我後天都用 對 我的桌上這邊就會有一個電腦 886 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剛剛設定了一下Face ID 我覺得很酷耶 我有設密碼跟Face ID 你們看 我現在按我的iPhone 滑上去就會開嘛 它就會叫你 用你的臉部或是輸密碼 好我現在用我的臉部 對著我的臉 滑喔 直接開了耶 就是我講對著它滑就開了 如果是別人的話 你看 別人向你們去看 滑開 要輸密碼 超快 休息一下 臂流 有 請 煞